陈小狗将寒宫中的众多女鬼全部放走后 成功地把那名化成活僵的妃子困在了宫门之内 这位姐姐 你可不能走啊 我知道你的魂魄也在这身躯之内 可以听得懂我说话 不过陈小狗显然并不想与这具活僵战斗 他知道 眼前这是活僵 魂魄也被无字石碑阻挡留在了身体内 我劝你放去这躯壳早早去投胎吧 一切重新来过不好吗 所以这具活僵除了身体化为僵尸以外 其他几乎与活人无异 是可以与自己交流的 所以还是以劝说他的魂魄主动离开身体比较好 不然我跟你打出来的话 到时候魂魄必定受损 如果他不愿意离开 陈小狗倒是也有办法将他的魂魄积出体外 不过那样 一是要费些功夫 二是肯定会伤及他的魂魄的 这具活僵听了陈小狗的话 并未回答 不过身体却以十分诡异的姿势 在不断地扭动着 不可能 扮上之后 他突然大口一张 喊出了三个字 看来他并不想接受陈小狗的建议 谁也不能阻挡我出去 不仅如此 这僵尸身体一动 如一阵风一样 朝着陈小狗等三人扑了过来 那样子凶猛的 似乎想枪几个人给撕成碎片 那就不要怪我了 你们后退 让我来 陈小狗知道 每个人的魂魄 都会对自己身体有执念 这也可以理解 但是显然眼前这活僵的 这份执念更重一些 陈小狗让灰和夜魔向后退一步 而自己则向前迎了两步 这活僵生前也是个柔弱女子 本身没有什么攻击力 但此时身体化了僵 力量极大 再加上这两百年间 怨气越来越重 已经化为力气 攻击大增 陈小狗眼睛死死地盯住了活僵 见他扑到了身前 身体猛地一扭 躲过了攻击 顺势又将活僵的身体 由后向前猛推了一把 这一下 瞬间加大了活僵飞扑的惯性 他的身形不稳 重重地摔倒在了地上 而陈小狗看准机会 身体上前 单膝一点 狠狠地压住了活僵的脊椎骨 这位姐姐 你冷静一下 那活僵怎么会轻易地停下攻击呢 用手一撑地 就想先翻身上的人再次进攻 可无奈脊椎骨被压 他挣扎了好几次 都没有成功 这才明白身后年轻人的厉害 放开我啊 混蛋 可以啊 但你要冷静下来 放弃身体 转世投胎 不好吗 我真的不想动手 击破出体 会伤了你的魂魄 你会更痛苦的 僵尸的一声喊 没想到小狗还真的照办了 一下就放开了那活僵 再次地劝说了起来 不 我不放弃 那活僵并没有像先前一样 凶利地想要伤人 但是 他却坚持不放下对身体的执念 我要出去 哪怕粉身碎骨 魂飞魄散 可他知道 自己不是眼前的年轻人的对手 无奈 痛苦不甘地 垂地大哭了起来 我想再见他一面 哦 原来是这样啊 而陈小狗 从他的嚎叫中 也听出了这活僵 除了对身体的执念外 似乎还有另外的执念 你跟我来 干什么 陈小狗想明白了这一点 上前一把抓住那活僵的手臂 将它从地上拖了起来 快跟我走 陈小狗没管那活僵的挣扎 一直把它拖到了冷寒宫屋后的一处石井前 你要干什么 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吧 然后一用力 把那活僵推到了石井的井台上 哇 我的样子 一听这年轻人让自己看看自己现在的样子 他瞬间有些明白了 缓缓地转头向井下看去 这一看 明显地能看出 那活僵身体 犹如被雷电击中了一般 剧烈地颤抖了起来 原来 那井下的水面上 映着清冷的月光 上面 呈现出一张 面目清晖 蒸灵恐怖的面孔 这 这是我的脸 那活僵被吓得尖叫了一声 可他随后就明白过来了 那无比恐怖的脸 就是自己的 我的脸 怎么会变成这副模样 想必这活僵生前 一定是个样貌美丽的女子 此时见到自己变成了这副模样 被打击得着实不清 惨叫声连连 这位姐姐 我知道你生前必定是位美艳之人 但两百年都过去了 这副真躯 还值得再留恋吗 陈小狗没有打扰他 直到他哭了很久很久 这才轻声地开了口 放弃他 魂魄早些入轮回 我保证 银柴会为姐姐 安排个好去处的 他知道这活僵也是女人 在受到这样强烈的刺激后 如果再言辞激烈 恐怕会刺激得他 做出更疯狂的事情来 为什么 为什么一切都不属于我 那活僵还真的没做出 什么过激的行为 不过 听他喃喃低语 似乎在抱怨自己的一生 姐姐 不要难过了 人生终要走这一遭 不管我们有多少的不甘心 陈小狗语气轻柔 那活僵果然慢慢地止住了哭声 姐姐想必也是可怜之人 生前受苦无数 此后不要再继续受苦了 陈小狗见他将自己的话听进去了 便又靠近了一步 蹲下身子劝说了起来 可怜之人 我真的是个极为可怜之人 没想到 那活僵一听可怜之人四个字 身体突然一颤 那空洞了两百年的眼眶里 竟然流出了眼泪 然后 他用杀养的嗓音 讲述了自己的一生 原来 他小时候叫做小蝶 在他七岁的时候 村子里闹瘟疫和饥荒 蝶娘和自己的弟弟 全部都病死了 没人能想象 一个仅有七岁的女孩 如何埋葬了自己的全部亲人 而接下来的日子 又该如何面对呢 他说那时 他只有一个想法 那就是 也死在亲人的坟前 他呆呆地守在父母的坟前 两天两夜 眼看着就要饿死在坟前了 这时 过来了两个人 小姑娘 跟我们走吧 我们无儿无女 收你做个洋女 定会有你一口饭吃的 我们不会亏待你的 这两个人的笑容和语气 都让小蝶感觉十分的别扭 那笑容就像是贴在脸上的 非常的假 语气也好像是硬装出来的和谐 走吧 但那时候 这些对于小蝶来说都不重要了 哪怕他们都是坏人 但至少自己可以活下去 就这样 七岁的小蝶 跟着那两个人离开了村子 可这一走 竟然来到了京城 对于从小生活在乡下的小蝶来说 京城的繁华 让他感觉如指仙境一般 看什么看 快走 可他很快就明白了 这一切 跟自己没有任何的关系 我女儿长得漂亮又懂事 您多给点吧 现在的人命都不值钱 就这些了 快走 就在小蝶的面前 那一男一女将自己以亲生女儿的名义 卖给了另一个人 那样子就像是在谈一桩普通的买卖 小蝶看着什么都没说 那两个人番子 拿着钱就匆匆地跑了 而小蝶则被带进了这处气派的大宅子中 老爷 您看这个行吗 带进来吧 但是这里的辉煌气派 依然跟小蝶无关 他被关进了这大宅后院的一个柴房之中 孩子 吃饭吧 不过好处是 一日三餐都有人送过来 虽然能看出都是些剩菜剩饭 但是剩菜中有时还有肉 这对于小蝶来说 真的是比龙肝凤嘴还要好吃的人间美味了 唉 小蝶并不知道 为什么送饭的那个女人总是看着自己叹气 曾经数年被饥饿折磨的七岁小女孩 那时眼睛里只有食物 因为那能让自己活下去 老爷您看 养的白胖了许多 还挺俊俏的 走吧 记住了啊 你是张师郎府里的小姐 归名晚龄 大概这样过了一个多月 来了一个人 给小蝶洗了澡 还换上了一件非常漂亮的衣服 并带着她出了门 而同时 连小蝶唯一属于自己的名字也失去了 她被带到了一个更加繁华的地方 而那些高墙大院之中 已经有了一些与她年纪差不多的女孩 唉 有劳公公了 张大人为皇家尽重 老奴应该的 这时小蝶才明白 那时朝中的大臣 又将女儿送进宫中的人物 有些官员 舍不得自己的女儿 就会偷偷地买来女孩 顶替自家的女儿送入皇宫 而自己 就是这样一个 冒名的替代品 皇宫的一切 更是富丽堂皇到了极致 对于从未见过世面的小蝶来说 那些亭台楼阁 都在闪闪地发着光 一切都是那么的不真实 小蝶看着陌生而不可触及的皇宫 他觉得 自己更加地孤单无助了 接下来的日子里 因为送小蝶来的父亲张侍郎 官职卑微 也从未来看过他 他每日里都会被那些 出身高贵的女孩子们欺负 张侍郎算个什么东西 我父亲可是礼不中堂 哼 瞧他那样子就让人生气 小蝶本就长得瘦弱 又没人撑腰 也只能忍气吞声 小夕依依地在黄中过着日子 虽说是以秀女的身份送入了宫 可小蝶做的 却是最低贱的婢女的活 她被分配给了一个 并不受宠的妃子 主人 谁打来了 谁让你进来的 不长眼的东西 大概是因为不受宠 这位妃子脾气十分古怪 有一点不顺心 就会对小蝶拳打脚踢 经常不给小蝶饭吃 滚出去 跟着这名妃子的几年中 小蝶不知挨了多少打 受了多少苦 奴婢收拾一下 马上就滚出去 可小蝶一直忍耐着 小心翼翼地伺候着 她知道 只有这样 她才能在这皇宫中活下去 这样的日子 小蝶过了近十年 她也长到了十七八岁的年纪 因为从小没人管教 还要干活 所以小蝶没有像其他女孩一样缠足 成了被人瞧不起的大脚丫头 终于擦完了 也不知道多少年没人来擦过了 但是 这并没有影响小蝶成长为一个 十分清秀漂亮的姑娘 虽然没有朋友 但小蝶的性格却十分地开朗和坚韧 不过 她依然做着最低贱的婢女工作 许多和小蝶同时进宫的女孩 已经被皇上分了位分 可小蝶一点都不羡慕他们 她每天故意把自己弄得脏兮兮的 连脸都不洗 尽量远离他们 要是你指手啊 嗯 是啊 好些日子没见到你了 也正因为这样 小蝶成了宫女中 为数不多的 可以和宫门之外的人有接触的人 而让她最喜欢接触的 是一个胖胖的 与自己一说话 就会脸红的首位 我五日后就要辞兵回乡了 你愿意跟我一起走吗 走 离开这紫禁城吗 经过两年的接触 两个人都生出了情愫 有一天 那个害羞的首位 突然提出想带小蝶离开 我 我愿意 拐走宫中秀女 可是杀头的罪 小蝶知道 这平时会害羞的家伙 做出这样的决定 一定是她心里 下了好久的决定 小蝶别提都高兴了 终于可以离开 这冰冷无情的皇城了 而且是和自己心爱的人一起 她想自己平时 没有引起人的注意 悄悄地消失了 应该没人会在意的 那我五日后 在后街脚门那里等你 你等着吧 因为要与心上人远走高飞了 小蝶像所有女孩一样 想把自己最美的一面 让她看到 小蝶深夜时 在自己住的杂院中 将自己好好的洗漱了一番 一边看着 映在水盆中的清秀面孔 一边重景着未来的日子 可她没留意到 此时在她的院门外 一个衣着华丽的男子 正与一个太监从此走过 而小蝶那偶尔露出来的 清纯可爱的样子 引起了这人的注意 这姑娘着实清秀啊 皇上 您真是慧眼石珠啊 就在当晚 小蝶的房门被人揣开了 几个太监 在门口满脸笑容地 看着自己 万灵姑娘 速速梳洗 皇上招您侍寝 侍寝 侍寝 突如其来的一句侍寝 让小蝶的脑子 瞬间一片空白 哪里容得她同意或不同意啊 很快 她就被一群宫女拖拽着 洗了个干净 然后用被子一裹 送去了皇帝的寝宫 万灵姑娘好好侍奉皇上 这可是天大的机缘啊 太监们离开了 听着他们临走时的恭维羡慕 小蝶感觉 如同坠入了冰窟之中 可该来的还是来了 大概一盏茶的时间 小蝶听到身后的房门一响 一行人走进了房间 不用看小蝶也知道 是皇上进来了 自己今晚就要将身体 献给皇上了 可是 他死时满心都是那个 一见自己就会害羞的守卫 都下去吧 清冷的声音响起 小蝶的脑子更是乱成一团了 正在这时 一只大手落在了他赤裸的肩上 这轻轻的一下 将小蝶所有的憧憬 都积了个粉碎 小蝶含着泪 默默地接受了命运的安排 第二天 小蝶又回到了自己住的杂院中 不同的是 这时内务府已经给自己配来了一个婢女 您梳洗一下吧 按照规矩 一会儿会过来测封的 知道了 你先出去吧 但是 很快那婢女就被小蝶赶了出去 小蝶知道 那个在脚门外等着自己的男人 永远也等不到自己了 命运又一次稀耍了自己 正当她低落伤心的时候 门外响起了一个女人的叫喊 张氏晚灵 快出来 可一出门 等来的不是册封 而是来自皇后的一个狠狠的大耳光 你父亲贪赃妄罚 本想放你一马 不想 你竟敢在皇宫中偷盗 该死 竟敢偷我的朱差 简直胆大妄为 我 我没有啊 小蝶瞬间就明白了 这是栽赃陷害 要害自己于死地 而这一切都是因为昨晚 小蝶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皇上身上 只盼望着他能为自己说一句话 可小蝶的愿望落空了 我 我没有 皇上 我是冤枉的 叫由皇后处理吧 皇上圣明 我是冤枉的 我真的没有偷东西 小蝶这才明白 自古帝王君无情 自己不过是皇上一时兴起的玩物罢了 可怜自己 从小到大 都是别人交易买卖 甚至玩弄的物件 从未改变过 冤枉啊 我是冤枉的 没有人理会他声嘶力竭的喊冤 他被无情地扔进了这处 死过无数妃子婢女的冷寒宫 小蝶那不甘心的喊冤声 响彻了整个冷寒宫 可等夜幕一降临 他便发现 这冷寒宫之中 凄厉的喊冤声 何止一人 当他回头向冷寒宫中看去时 才终于明白了 为什么被投入这里的妃子婢女 没有一个能活着出去的 在那并不大的房间中 隐隐绰绰 竟有无数的妃子婢女的怨魂在飘荡着 不知这里冤死了多少人 近来的人 不是冻死饿死 便是被吓死了 小蝶明白 这些怨魂都是死于公道 都是些怨气极重的厉鬼 可小蝶不怕 他心里生出了另外一个想法 他要出去 不要死在这里 拼上命 他也要再见一眼 那个等在脚门的害羞守卫 因为只有他 把自己当成人来看待 可这个想法 真的太难实现了 你不能走 都要留在这里受苦 那些不甘心的厉鬼 还是害死了他 在他眼看就要挖通的地道之中 我努力地生存 可命运一次次地放弃我 小蝶姐姐 一切都过去了 已经两百多年了 大清早灭亡了 听完了小蝶的身份 陈小狗也不禁对他的坎坷 人生感慨万分 你说的那个皇帝也早死了 听说死后脑袋被人砍下来了 你也该放下了 两百多年了 那让一切都过去吧 我愿意放下 好在小蝶诉说完了心中的苦闷和不甘后 在小狗的劝说下 还是放下了执念 放弃了那化僵的身体 我愿意顿入轮回 重新开始 折腾了整整一个晚上 这冷寒宫中的怨魂游荡 活将出师的事情 终于解决完了 接下来 陈小狗无聊地修了几天门窗 而破妖王墓的时间 也逐渐近了 陈小狗的生活 终于迎来了人生中 第一次巨大的挑战 请不吝点赞 订阅